我知道David在演藝圈有很多好朋友 你也跟很多很多大排明星合作過 我要問一個比較辛辣一點的問題 你覺得哪一個藝人 他的台上和台下反差是最大的 台上台下反差大的 其實 好幾個其實就以前來說 就是我記得那個 唱歌有一個叫蘇永康的我記得 他就是唱歌唱情歌很斯文 那是一下喂以前對不對 以前喂走吃東西喝東西走走走 就反正就話變得比較多一點 就是兩個就是哎走走走走 這是一上台之後就 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 對 斯文那是一個離開鏡頭之後 就就話會比較多一點 就講一大堆額目的 很多都是台上話比較少 然後台下非常的活潑一點 個性反差 比較大一點就是頻寬 哦 因為最近看他比較多一點 台北的時候 他就他他其實也就這樣子對不對 在平常的時候呢就是 講東西就是啊是 對對對他很柔很柔超柔 對啊對啊 是啊怎麼很客氣客客氣氣 講話都很斯文 但是呢 私底下就是 每次都會給你突然間爆個冷笑話 要不要跟你講一些有都沒的事情 然後就很就就是但是重點是 但是他跟你講這些其他怪東西的時候呢 還是很斯文的講 哈哈哈哈 我說你這個你這個也喜劇很很可惜 他說啊是嗎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說你給我